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宁毅也并未刁难 但这一次 那跺跺脚也能让天下震动几分的男者面色严肃 坐在对面的椅子里沉没了片刻 上午的时候 我与静梅见了一面 何文这才明白 林静梅中午为何是红着眼睛的 宁毅又想了片刻 叹了一口气 斟酌后方才开口 静梅的父亲叫做林念 十多年前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叫做五凤刀 那时候我尚在经营足迹 又与密针私有关系 有些武林人士来杀我 有些来偷靠我 林念是那时候过来的 他是大侠 五亿岁高绝不欺人 我记得他初智时饿得很瘦 竟没更佳 他自小体弱多病 头发也少 真正的黄毛丫头 看了都可怜 宁毅声音低缓 一面回忆 一面说起往事 后来女真人来了 我带着人出去 协助相府兼闭清野 遇场大战之后 全军溃败 我领着人要杀回齐县 烧毁粮草 林念林师傅 便是在那路上去世的 跟女真人杀到油锦灯枯 她过世时的唯一愿望 希望我能照顾她女儿 然后呢 何文目光平静 没有多少感情波动 我把静梅当成自己的女儿 宁毅看着她 你带她一轮 足可当她的父亲 当初她喜欢你 我是反对的 但她外柔内刚 我想 你毕竟是个好人 大家都不介意 那就算了吧 后来 第一次查出你的身份是 是在对你动手的前一个月 我知道是 已经晚了 何文挑了挑嘴角 我以为宁先生找我来 要么是放我走 要么是跟我谈谈天下大事 又或者 以为上午在学堂里 折腾了你的儿子 你要找回场子来 想不到 却是要和我说这些男女私情 她已经有了心理建设 不为对方话语所动 宁毅却也并不在意 她的句句带词 她坐在那儿俯下身来 双手在脸上擦了几下 天下事跟谁都能谈 我只是以私人的立场 希望你能考虑 为了静美留下来 这样她会觉得幸福 宁先生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宁毅看着呢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我看不到希望 怎么留下来 能打败女真人 不算希望 经不起推敲的学问 没有希望 和文针锋相对 宁毅沉默了片刻 靠上椅背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今天无论你事早事了 这些本来就是要跟你聊聊的 和文笑起来 宁先生爽快 不是我爽快 我多少想看看 你对静美的感情 你避而不谈 多少还是有的 和文这才沉默了 宁毅望了望门外 和先生想知道的是 将来如何治天下的问题 不过 我倒是想说说 您想法里的 儒家的想法里的问题 很多人想法里的问题 宁先生之前倒是说过不少了 和文开口 脾气中倒是没有了心情 那般刻意的不友善 我少年时 各种想法与一般人无二 我自小还算聪明 脑子好用 脑子好用的人 必定自视甚高 我也很有自信 如和先生 如众多如生一般 不说救下这个世界吧 总会觉得 若是我做事 必然与旁人不同 旁人做不到的 我能做到 最简单的 若是我当官 自然不会是一个贪官 和先生觉得如何 又是有这个想法吗 何文看着他 即便如今 何某也必然不为贪官 宁易笑得复杂 是啊 那时候觉得 钱有那么重要吗 权力有那么重要吗 君贫之苦 对的道路 就真的走不得吗 直到后来有一天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那些贪官 坏人 盈盈狗狗 不可救药的家伙 他们也很聪明啊 他们装的很多 其实比我都更加聪明 当我深刻地了解了 这一点之后 有一个问题 就改变了我的一辈子 我说的三观中的 整个世界观 都开始天翻地覆 明以目光冰冷地 看着何文 何先生是为什么失败的 何文仰头 嗯 像何文这样出色的人 是为什么变成一个贪官的 像秦四元这么出色的人 是为何而失败的 这天下无数的 数之不尽的优秀人物 到底有什么必然的理由 让他们都变成了贪官污吏 让他们无法坚持 当初的正直想法 何先生 打死也不做贪官 这种想法 你以为只有你 还是只有我 其实答案是 所有人 几乎所有人 都不愿意做坏事 当贪官 而在这中间 聪明人无数 那他们遇上的 就一定是比死更可怕 更合理的力量 当我遇上什么样的情况 会慢慢地 不可避免的失败呢 这个问题之后 我开始真正地了解 这个世界了 凝义叹了口气 神情有些复杂地 站了起来 先去幻想一个 给自己的牢笼 我们正直 正义 聪明 而且无私 遇上怎样的情况 必然会堕落 房间里 凝义叹了贪手 有人拿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我们不会屈服 坏人势大 我们不会屈服 有人跟你说 世界就是坏的 我们甚至会一耳光打回去 但是 想象一下 你的青族要吃要喝 要赚 只是一点点的便宜 导账人要当个小官 小舅子要经营个小生意 这样那样的人要生存 你今天想吃外面的猪蹄 而在你身边 有无数的例子告诉你 其实伸手拿一点也没什么 因为上头要查起来 其实很难 何先生 你家也出自大族 这些东西 想来是明白的 何文看着他 宁已笑了笑 这些绵绵蜜蜜蜜的关系 是比生死更大的力量 但他真能打倒一个正直的人吗 不会 路还是有的 如果我真将正直作为人生追求 我可以跟青族反目 我可以压下私欲 我可以不通情理 我也可以归行俱步 难受是难受了一点 做不到吗 那可未必 如学千年 能受得了这种 憋闷的儒生 比比皆是 甚至如果我们面对的 只有这样的敌人 人们会将这种苦难 视作崇高的一部分 看似艰难 实际上 还是有一条窄路可以走 那真实的困难 肯定要比这个更加复杂 所以我后来继续看 继续完善这些想法 追求一个把自己套进去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幸免地循环 直到某一天 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一种 客观的规则 那个时候 我差不多做成了 这个循环 在这个道理里 我即便再正直 再努力 也免不了要当贪官 坏人 什么道理 何文开口 宁以身情平淡 偏了偏头 世上所有的变革 都是当通乏意 这句话 令得何文 沉默许久 何以见得 因为世界 是由人组成的 宁以笑了笑 目光复杂 你当官 可以不跟家人来往 可以不收手贿赂 可以不卖任何人面子 那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依靠谁 你要打坏人 压抑要帮你做事 你要做革新 上头要为你背书 下面要严格执行 执行不顺畅时 你要有值得信任的助手 去惩罚他们 这个世界看起来复杂 可实际上 就是各种各样的较力 力量大的 打败力量小的 所谓邪不胜正 永远只是愚夫愚妇的 美好愿望 推动的力量 才是本质 协胜正 是因为邪的力量胜了正 正胜邪 很多人以为那是天意 不是的 一定是有人做了事情 并且结合了力量 此事不敢苟头 何文道 官场之法 除党通乏意之外 尚有制衡一说 帝王术中 是有这样的手段 宁义点头 朝堂之上 制衡两派三派 使他们互相猜忌 一方得意 计损一方 可是古往新来 我就没看见过 真正清廉的皇族 皇帝或许无欲无求 但皇族本身 必然是最大的利益团体 否则你以为 他真能将各个派系 玩弄鼓掌之中吗 何文想了想 君子 群而不党 小人 党而不群 也有这样的说法 宁义赞许地笑笑 但这是个完美的状态 现状是 群而不党的君子 永远打不过 永远打不过 党而不群的小人 为什么呢 群子群聚 是因为他们理念相同 小人结党 是因为利益相通 理念可以千奇百怪 今天群聚的君子 明天又会站在对立面上 小人们永远在一起 结成团体 互相配合 互相磨砺 河先生有没有看过流水线 经过半年一年磨合的工人 效率比乌合之重 多出了十倍有余 军纪森严的军人 可以打败十倍 未经磨合的满汉 这里什么热血都没有用 宁义顿了顿 景汉十一年冬 我在右相府协助震灾 灾区的大地主们 已经拧成了一股绳子了 这是两百年来积累的 士族力量 为了遏制他们 怎么办 将其他的地方的地主 生人们用口号 用利益引入灾区 在这个过程里 右相府对许许多多的地方 官府施压 最终两边的地主都赚了一笔 但原本会出现的大规模土地兼兵 被遏制的规模少了一些 这就是较力 没有力量 口号喊得再想也没有意义 有了力量 你勾出人家多少 就拿走多少 你力量少多少 就丢掉多少 世界是公平公正的 如果右相府本身没有力量 连这种合纵连横 都根本做不出来 可是这种事情 跟君子们说一说怎么样 相府口中高喊赈灾 实际上是拿了钱的 跟着相府做事的人 实际上还是赚的 我们把人叫去灾区 说是赈灾 实际上就是卖粮 比平时卖的价格还要高 怎么办 这是做好事吗 君子大概要臣服服于海了 死的人 心怀运气的人 又要多出一个级数 宁已双手合在一起 只有正当的力量 确实压倒了邪的力量 邪不胜正 才会出现 等同而乏意 这就是一切变革的本质 你要做事 就要满足你的手下人 到头来 你的力量越来越大 你打败了坏人 你手下的需求不能不给 此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诱惑 不能推惧的亲足 你不免步步后退 最后终于退无可退 我就是这样 变成贪官坏人的 当然 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完善 在这个过程里 我看到了人的各种欲望 缺陷 看到了一些本质上的 无可否认的东西 所以宁先生被称为心魔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814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